这段时间是幸福树的生长期 我这盆幸福树大家看到了 叶片又大又油绿非常漂亮 其实养护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养护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放在通风良好的位置 最好给它散射光 起到光好作用 叶片才会更加油绿 第二个经常用这种绿叶宝给它喷洒 能避免黄叶掉叶不生长的问题都能解决 我们使用也是非常简单 15天往叶子这里喷一次就行了 幸福树很多花药都是在湿内养护的 我们最好是把它放在通风比较好的位置 这样有利于水分增腾 后期生长得更好 避免烂根的情况发生 我这棵幸福树是通过高压繁殖的 所以说养护幸福树 我们选择好的土壤 后期摆放在通风良好的位置 它就能生长得更加旺盛 好了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